我们要赶紧带大家来看到本周是股东会的一个高峰期要举办了 我们看光是这个星期516家的公司要办股东会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到底对于接下来的展望如何 会不会让台股有机会再继续往前冲呢 大家说台股要蓄工2万2 你要看两大很重要的族群 一个就是AI群雄 另外就看看航海王的业绩表现了 还有一说这应该是这个乡野奇谈了 他们说你去看那个股东会送的礼物 如果他礼物送的真的很棒的话 那这家公司肯定有鬼 什么鬼呢 他说如果纪念品平常都叉叉的 但是突然间变很好的话呢 那他可能要爆发经营权大战了 真的有这样的乡野奇谈吗 赶快来问问解民 没有错 事实上你知道为了吸引就是散户能够支持大股东 所以每次只要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股东之间报到公司 跟市场拍的时候 他的礼物特别好 特别是在内年大同 那个礼物真的是超赞的 但是今年礼物确实很特别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长榮海运 那长榮海运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他只是送一些兑换券 一些小商品 那今年当然他还是稳稳的 大哥还是可以稳稳的掌控 这个长榮海运 不过今年就特别的特别的够意思 今年送的是宝坦 那比这个商品就好多 而且你知道这灰色的宝坦 其实很受小朋友的喜欢 因为他是过来的小朋友 实际上是多多好的 所以今年这个长榮海运 股票又赚钱 又收了这个好礼物 那是不是股东经营权 是不是更稳定呢 他跟人家注意 不过说真的 今年其实很多的商品 都让他觉得 非常的让人家惊艳 不过其中还有包括了 其实让人家最想拿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华南京的史努比碗 这真的很可爱 这个够有诚意 因为我现在为了拿这个碗 现在去买一张华南京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因为你要有那一张 你在他股东会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申请了 好 当然了 今年当然我们说的 516家就要除息了 其实除息很在乎一件事情 是我除了拿到这个礼物 拿到了现金鼓励之外 我什么时候可以填息 像我们知道去年 联发科 他一口气不是配了70块钱吗 那后来填息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那一度有跌到800多块 真是伤心 所以今年联发科 是不是能够继续填息 填息一定很惊人 这一周其实除了联发科之外 还有鸿海也要赶股东 那鸿海当然就是 大家什么时候都有200块 所以应该是参与 这个除息的力道会更强 那其实很关键的是 他除完息的时候 有没有大量的买进力道 也可以预测未来 那当然其中也包括 长榮跟旺海 都有做这个除息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公司 他们在除息前 他们的法说味都特别精彩 他们讨论的都不是今年会如何 他们讨论的是明年会如何 那时候你展望 对 大家都说股价买未来 对 所以我们说每年到了这个 我现在开始要跟大家讲 这是为什么要讲AI跟航海王 因为AI现在是最热化的题 那航海王要等到7月份 才能决定到底 这未来的价格是不是持续走高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大家其实最关心是 手上持有大量的AI股 到底可不可以报 这些黄仁勋又来了 会不会增加大家这个AI股的 一个除息的态势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图形来看 为什么要注意AI原因 注意看这个现行 这是国际知名的一个预计 就是我们说跟半导体有关的 一家公司所做的一个预测 当然我觉得预测可能是很保守 现在数字会比预测更高 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行是非常漂亮的 2022年整个全球的伺服器出量 是85.5万台 但是到了2026年会到236.9万台 这数字一叉叉了将近四倍 好那我们从2024年来看的话 这数字也叉了将近快要 差不多有将近六成以上涨幅 所以在这个里面去选择股票 而这个股票明年装好比今天更好 所以今年几乎是你左手拿现金 又拿礼物 同时你可以填席 所以当然现在最火热话题 就是川湖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机柜的复杂度 越来越高 里面要放要装上散热模组 要装上各式各样零组件 所以它的滑轨是变得很重要 而川湖是全球最大的滑轨制造商 那当然在全世界 唯一可以跟它竞争的在美国 它的业绩 你看我先看这个右边的图 红色线是市场分析师认为它的获利 那橘色线是实际获利 所以它都是超越大家的预测 很夸张 然后今年交出了14块的EPS 所以明年的业绩 所以这些都是接下来大家预测的 对 所以我刚才就讲过 预测的数字 结果打不过真正实际的数字 这个就可以看到说 那这样的情况下 明年的获利更惊人 有人说明年的获利会比今年翻倍 那还得了 所以股价最近 差不多打出一个底部的形态 是值得关注的 好 另外当然就讲到这边 所有的晶片都必须要封测 那我们知道 讲到封测的要想到日月光耗 想到台积的COAS 其实不要忘记了 在整个我们说的这个 高速运算伺服器里面 其中有个很重要叫做HBM 我们之前讨论很多了 那HBM其实记忆体的一环 那么历程其实专注 就是记忆体的封装 可是以前记忆体不好 所以历程也不怎么样 但是今年有个HBM的题材的时候 历程正好打出了一个漂亮的 这个底部形态 事实上它交出的业绩 也是生长非常高 历程毛利率是不断在增加当中 那获利你看 它的获利状况 是一直往上冲 那其中包括记忆体 本业开始往上走高 其实还重要是HBM的状况 也增加 而且它资本支出你知道吗 资本支出比去年 一口气暴增的50% 所以这个情况下 在明年的业绩 就要反映今年的资本支出 所以这是历程 如果这样的公司 明年比今年更好的话 其实它填斜 而且股价走高 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旺锡 旺锡因为最近股价突然大涨 它到底想真到底干嘛 这个探真到底怎么回事 那现在指向 我们先看它的毛利率 其实它的毛利率 基本上已经跟台积能差不多了 而且你注意它的毛利率 在这个2024年之后 直接往上翻扬 而且毛利率是51 将来的毛利率更高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产品 越来越精密 所以它每个项目 所需要探真的数量 比以前更暴增 所以有人估计 今年它探真量 比去年成长可能30% 明年探真量 可能要比今年成长50%以上 所以它说也准备好 它也在过场当中 而且它思考的问题 已经不是在台湾社工厂 它打算要到全世界 反正只要有精密测试的公司 它就要去到国外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探真一直来 都是外国最强的 现在这部分 它杀出了一个突围 当然最后一档就秦城了 因为最近这个 饥渴的股票三雄 涨得很凶 那秦城之所以 我会被关注的原因 是不是我们在节目 谈得特别知道 北欧的主权基金 把秦城纳进来 那果不其然 纳进来的时候 股价就开始冲一波 而且也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有人说那会不会涨太高 那我们从获利来看 这个你不用担心